我說我其實就是那種 很不喜歡看醫生 不喜歡吃藥的人 就能不吃則不吃 尤其像那種小病啊 就有一次好像去年吧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小感冒 然後我就覺得感冒 就是多喝水 休息 可能補補維他命 什麼就好了嘛 這哥哥不用去看 然後大概感冒三天左右 就好的差不多了 但三天好了以後呢 大概到了第五天 第七天左右 開始咳嗽 然後就想說 感冒伴隨著尾聲咳嗽 很正常 就根本也沒有想要去看就對了 然後那時候小感冒的時候 我還有自己驗 各種驗 我想說沒事沒事 然後就自己在家休息 妳是有被醫生甩過的 對 中藥好驗醫生 我真的很不喜歡看醫生 然後很不... 尤其不喜歡吃西藥 對... 那妳喜歡吃中藥 中藥會好一點 對 這樣會不會得罪很多醫師 中藥不是更難下的嗎 尤其那些煎的藥 不是 有些是科中 就是藥粉 西藥也是顆粒 也有膠囊 西藥會造成身體的負擔 妳怕理人很多 妳不要這樣 算了 算了 反正我的症狀沒了 就開始咳嗽 然後就從小咳... 一直到開始狂咳 是每天我只要這樣子 一吸氣就會開始咳 然後醫藥講話就會開始咳 然後甚至就會影響工作 然後我就得每天 每次帶在很多身上 我還去買 我什麼藥都不吃 但我買很厲害的喉糖 然後我就買了喉糖 就是每次工作前 寒一顆在嘴裡 我才能夠講話 然後就這樣拖... 咳 大概起碼咳了三四個月 妳可以沉那麼久 妳有病 妳要去看心理醫師 真的 然後後來到咳嗽的時候 妳會覺得好像那個 咳到背都痛 對 有點痠痛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是不是咳到 我的內臟是不是有受傷害幹嘛的 我也沒管它 然後後來又沒隔 沒多久 我有一天晚上跟朋友去吃飯 然後坐在那邊 我吃了告一段落了 我也就又開始大咳 剎那間我不誇張 我真的聽到 從我身體傳出一聲 咳嗽 拉到那個肋骨的肌肉 就我想到 突然咳嗽一聲之後 我就不能動了 我就整個人是這樣僵住 就是我任何一丁點的 這樣一動都痛到 就從那個背的肋骨這樣 整個痛過來 有嚇到我 然後也嚇到我所有朋友 然後說怎麼... 要趕快去看急診還是什麼 不用... 沒有... 你講師傅來 他一定是中邪了 他又去找美甲是不是 沒有... 我就說不用... 如果我現在去急診的話 其實醫生也只是會給我 消炎 止痛 肌肉鬆弛劑這樣子 然後我說 那你們幫我去藥局配藥好了 然後他們就真的去幫我藥局 配那種西藥 然後就是每個人要這樣摻扶 我就是這樣 那不是要吃西藥嗎 這樣動 對 那我就不用跑醫院 然後後來回家以後 我就這樣自己吃 消炎 止痛 肌肉 兇齒劑 大概吃了一個禮拜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 那個喀拉一聲到底是 股頭 肋骨裂了 還是 還是什麼東西 我都不知道 然後我身邊所有的朋友都說 你要不要去造騙子 起碼知道到底是什麼問題吧 我說不用... 因為我說 就算造了騙子 如果他今天是斷了也好 挫傷也好 拉傷也好 重個性還有朋友啊 有 我會給他兩巴掌 對啊 可是我就說他們還是 他不能幹嘛啊 就是醫生開藥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哦 我一定要按下小鈴鐺 我們不能再按下小鈴鐺 和我們的圖片 吧 還行